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完网友推介的零食 用這個優惠碼去落單就適合 Cini Haa這款是iHeart評分很高的protein chips 雖然一件買成兩塊幾水港幣 但是買一件其實只是一雙十二包 還有不少口味可以選 例如沙律醬味 辣椒青檸味等等 這次我就買了最受歡迎的芝士醬味 除了比一般脆薄薄的零食低碳 它的蛋物質含量還相對高很多 一打開就聞到一層很熟口味的芝士味 味無論聞落還是吃落都跟橙色芝士波好似 不過我就覺得它沒那麼鹹 芝士味又沒那麼假辣 雖然它不辣 但是吃落就有那種來自香料的野味感覺 以零食來說味有點深度 它比起跟它好像有那種三角形 粟米片沒那麼厚又沒那麼硬 咬下去脆得來感覺鬆散少少 口感介乎於粟米片和梳打餅之間 不說的話 你應該不知它是款標榜健康的零食來 雖然一買要買成十二包那麼多 但是這些吃不停口的野味真的不怕散不了貨 托回公司做人情就對了 似乎大家都很喜歡那些脆薄薄的野味 thank you 之後這款是包飛油炸的薯片 一開就嗅到那種酸酸甜甜的洋蔥味 薯片圓碌碌碌碌碌 比一般薯片厚一點 如果跟粟糿的薯片跟弄的話 它厚一點又無這麼嚇實 咬下去有一點像米餅 吃上不嚇太重口味 沒一般薯片的iene味道 是 driveresser meio粘弱的酸忌廉洋蔥味 主持 homage 如果你喜歡薄切的薯片 未必是利益茶 但吃到粟糊的薯片不妨就可以買來試試 也沒有那麼胖糊 下一件網友推介是韓國做的海苔脆米果 是款熱量特別低的零食 還用了我最喜歡的拉鏈包裝 是一包的份量不算很多 眨眼看起來好像炸魚皮 聞起來是一股熟悉的韓式紫菜味 它們快快都是黏滿米漿的紫菜 我很喜歡這種特別鬆脆的口感 是有空氣感不是實的的那種脆利 它卷卷下咬下去還好像有很多層 它吃下去是老細紫菜味加米餅味 比起剛剛那兩款零食鹹一點 吞了之後口會有米糠油味 如果油味沒那麼重就完美了 試完覺得它用拉鏈袋有點浪費 因為一開都沒多少塊煮了 除了脆薄薄的零食 網友還提供了一些清新的選擇 它是草莓乾味 裡面有一粒粒完整的士多啤梨 不像輕飄飄乾真真的果乾 它咬下去反而像一粒不曉彈的士多啤梨原糖 有實實在在果肉的感覺之餘 還是濕濕的感覺 它就沒像糖的不藥水 小樓哥應該挺喜歡 我自己就覺得因為它加了不少糖 士多啤梨的酸味不是很突出 雖然沒有伏但我就應該不會翻刀了 接著這包是我很期待的粟米粒粒 成份只有凍乾粟米粒 連少少調味料都沒落 買回來好鬼大包 裡面全部都是完整一粒粒粒的粟米 不知為什麼我覺得聞到像瓜子多過像粟米 這個樣子加上這隻味 好難不令人想起蒼薯糧 它跟凍乾果乾一樣都是輕飄飄又乾真真的 咬下去茶茶聲鬆泡泡的翠梨 雖然入口那種沒什麼味 但一咬開就吃到粟米那種甜味 一炸這樣烤入口的話 還有好濃的粟米香 不過不要以為它沒有加糖就不頂喝 吃多幾炸的話都會甜到要損水喝 口行損夜咬下的 它都不收為一個夠天然的選擇 但它不是那些會令你上癮喪食的零食來 吃多幾炸就悶悶地想收回來 這麼大包都不知幾時才吃得完 不知用來餵著行不行的呢 之前試過這隻牌子的芝士餅餅覺得不錯 怎知網友說花生醬味更好吃 它是小塊的夾心餅來 餅的部分質地實在得來咬下去都算鬆脆 夾著的花生醬餅都很滑 沒有那種狹口一粒粒的感覺 吃下去的甜味 它的鹹味更加突出 我不會說它花生醬味很濃 但味道就比起很多花生醬製品自然很多 吃下去有花生香之餘 整體又不會太甜或者太鹹 吃多幾塊都不會覺得好喝或者好流 雖然它不是要撲到去買那種好吃味 但絕對是穩陣之選 買開東西的話順手按一盒回來 一定不妨吃不完先啦 最後有網友推介的protein bar 因為兩個口味都很吸引 所以我就買回來啦 它們的標榜除了當零食之外 還可以當正餐那麼黑 一盒裡面有五條 每條都帶過平時一條條的尾色巧克力 曲奇味這款擠出來真的像巧克力一樣 聞起來有好大股可可粉味 外層像代糖版金碑巧克力 裡面啡色的部分是代糖可可粉味來 質地有點像沒那麼硬的焦糖脆脆 咬到質感介乎在餅和糖中間 少少脆得來又有風潮凍凍的感覺 白色的部分吃到有點像代糖韻尼腩味的鳥結糖 但因為它很薄 比例上味道不突出 最大的貢獻就是讓你咬下去有點黏牙啦 整體來說是像巧克力味多過曲奇味 整條咬的話都幾硬幾難咬 雖然不是想像中那種味色甜到柔 但吃完整口都是那種我最痛恨的代糖味 多健康我都不肯啦 反而藍莓乳酪味這條對我來說容易接受一點 裡面一粒粒那些吃起來像不脆的菜米 阿朗有點像粗口少少的馬仔 沒剛剛曲奇味那條那麼硬 裡面有些口碎的杏仁和藍莓肝 雖然它真的甜一點 乳酪味不太覺硬 但有藍莓那股酸味遮一遮 代糖的感覺沒那麼重 不過可能有部分人就覺得它就味道有少少藥水了 二選一的話我會選它不選曲奇味那條 不過始終我和代糖做不到Friend 這錢當然留回來買花生醬餅好過啦 提一提大家想iHub買東西的話 記住看試用那版 周不時都有些超價試用品給你買 好像這批八支的有機潤唇膏只是買兩元美金 除開即是港節兩元送一支 雜果冰都不止這個價啦 除了在網頁版下單 方便一點的還有iHub App 上面同樣都有HKExpress的選擇 只要在頂頭收貨第一欄 由香港轉做HKExpress就可以隨意轉換的啦 不止剛剛講過的零食 還有海浪的健康食品 保健品 美妝產品等等 甚至廚房用品都有不少 在iHub可以找到香港無行貨的東西 那些健康的牌子還分分鐘便宜過在街買 只要把你想買的東西加進購物車 有折扣馬的記住在埋單前進去 選擇你喜歡的貨運公司就可以埋單 我都不妨礙大家上iHub Shopping啦 一起趁周年慶上去收拾便宜啦 嘻嘻 井上 零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